中信兄弟当家球星彭正敏今年樱桃蕾冲撞导致右手腕受伤 球季结束至今都仍在复健 他今30日出席中信兄弟南港旗舰便启动一事实坦言 毕竟右手腕在球员生涯这段期间受伤过太多次 要拳好有点难 不过现在状况是好多了 一切都还在掌握之中 彭正敏是在今年8月25日跟富邦寒将一役 跟富邦一垒手腕一拳相撞受伤 他自那之后一路休养到台湾大赛才复出 不过当时也是带伤上阵 彭正敏今天出席活动时表示状况现在好很多 不过成年下来右手腕伤了不少次 要完全好不容易 依旧得持续做自主训练复健 彭正敏训练之余 他今天出席中心的活动就拿出十战签名丁协 跟球贸易卖 最后丁协卖2万2千元 球贸1万5千元 所得将全数捐给伊兰县三星国小少棒队 此外彭正敏明年1月7日也要开办第一届训练营 他表示期望指导一些基本观念跟训练方式 帮助球员自主训练 彭正敏训练营期间中持邀美国芝加哥 Fastball训练中心创办人莱恩 Mike Ryan 来台开办的打击营也同时进行彭正敏 今年初曾去那训练 他表示该中心教的跟先前魔法学校是同一套系统 是近十年美国研究出的打击训练方式 在美国上一小时亏要一零零美金 有机会可去看看 链同样受伤过后再恢复的 还有中性小将吴东荣 他先前冬季联盟时被触身球直挤脸部 导致牙齿断裂跟上二股骨裂 他表示现在外伤已经好了 但现在还只能吃较软的食物 也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 何时能恢复训练 得等1月3日回平东到医院复检结果出来后才知道 中时电子报